无愧的工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很多人以为恩典就是一些让我们可以自由做任何事情而不承受后果的东西 但这不是信任圣经的恩典 因为提多书继续说了 这恩典是教训我们的 好 我们来看看提多书的第二章 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说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你看呢 我们过圣节的生活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那就是等待主的再来 没有等待主再来的教会是没有新约标准的 因为这是激发人过敬虔生活的唯一的动机 好了 我们就此讲完了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了 现在进到第十四章 现在开始讲十四章 这一章第一个主题就是有关饮食首节的宗教的规条 这个教训不是远古的事哦 而是一个许多教会都很正式的事情 那这个真正的主题是 接纳和谐 接纳和谐 主更关心基督身体的和谐 众过关注严守规条 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一节 那经文说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这下经文的重点就是 接纳 要彼此接纳 特别是信心软弱的 不要批评他 或者是攻击他的弱点 指出他的缺陷 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真正属灵的态度 这或许可以证明你比人家聪明一点 但却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啊 因此保罗所强调的两个重点 就是接纳和建立主的身体 那然后保罗举了另外两个例子 那头一个是关于食物的 另外一个是关于守节期的 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二节 经文说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好了 那为什么有人只是吃素呢 他们不是生来吃素的 而是因为当时啊 很多人都要严守正统的犹太人 对选食进食的规条 食物嘛 必须要以特别的方式准备 就装进一个特别的盘子碟子里头 不可混淆肉类和奶制品的 如果吃肉之后啊 必须要等五个小时以后 才可以吃奶制品 其中有些是依据摩西的律法的 但是大部分呢 却是根据摩西律法之后 发展的一些宗教传统而来的 那如果犹太人在某个场合当中啊 看你所摆的食物预备不适合了 嗯不适合了 他就只能吃素 这不光是吃素的问题啊 而是受犹太律法约束而引起的 那当然了 这是犹太人的问题了 但其中的原则 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罗马书的十四章三节那说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那你注意了啊 保罗指出啊 有两种错误的态度 第一是吃的人论断那些不吃的人 他们说自己不在律法以下 已经得了自由了 可以自由吃喝了 可是呢 却看清那些不吃的人 认为他们仍然在捆绑之下 尤其错误的是什么呢 他们除了轻看别人之外 还加上批评啊 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了 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第四节 保罗说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那真正的罪不是吃或者不吃啊 守或者不守 而是批评别人的信徒 那 这是人们常常容易做到的 特别是在这些事情上啊 保持基督徒身体的和谐 比因你守规条 而证明你更加重要啊 而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按照我们各自所有的信心去做 你按照你所有的信心去做 我就按照我所有的信心去做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 有完美和谐的相交了 好 接着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四章五到六节 再讲到守节期的问题了 特别是说到最具争议性的安息日啊 安息日不是在星期六的早上开始的 而是在星期五的黄昏就开始了 一直到星期六的黄昏结束 那因此我们看到 不单是将一个星期当中的一天分别出来 而是更严格的计算该日的时间 跟我们是有所不同的概念呢 他们的概念是来自创造的时候 因为神在每一天的创造之后都说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几日 神的日子不是开始于黎明的 而是始于黄昏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守节期的问题了 特别是安息日 罗马书十四章五到六节经文说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 也感谢神 那我们注意 经文当中所说的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这句话的意思 那就是他不应该 试图去说服别人 依从自己的看法 个人要按照自己 在神里面领受的去做 去行 然后那些认为在安息日 可以自由行动的人呢 就要特别小心了 不要将自己的自由 显要在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的面前 伤害他们的感受啊 那要小心 不可在一些 可由个人自行决定的问题上 去得罪别人 我们可以参考别的一些经文 尤其是有关耶稣定死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我们来看看 哥罗西书第二章 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你看哪 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就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 除去了撒旦 可以用来攻击 我们的一切的武器了 撒旦的主要武器是内疚 只要他能够令人感到内疚的话 他就抓住我们了 可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做了预备 救我们脱离了罪疚 不但针对过去的 同时也包括了将来的 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 都已经得了赦免了 我们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往的一切的罪过了吗 你能这样相信吗 嗯 是的 耶稣已经将我们过去的罪一笔勾销了 为了将来 耶稣又为我们除去了靠守摩西律法 作为得到神的义的一个途径 那因此 当我们一旦来到十字架 因信越过了十字架之后 律法就终止了 他不再能够要求我们什么了 而我们也不再在律法之下了 因着耶稣的带死 我们得以脱离律法的强求 我们知道啊 律法管下一个人是终身的 可是 当律法将我们置于死地的时候 这就是 他对人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与他同死 再从十字架 走下来的时候啊 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要求了 所以 保罗就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 十六节那说 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 月朔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保罗没有说不用手啊 但是他却说 不可让人在这些事情上论断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从律法底下得到释放了 已经脱离了律法的要求了 所以不可论断人 也不要让别人论断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自行决定 他怎么样认识神 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 好了 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十四章七到九节 经文这么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 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了做死人 并活人的主 哎呀 注意了 真是要紧的 真正要紧的 是我们与主的个人关系了 我们一旦属于主了 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是在今生永恒都属于主的了 不管我们是活是死 我们都是为了主的 因此我们最终要面对交账的就是主 让我们紧紧的记住 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先于其他一切的关系 那虽然我们有亲密的伴侣 配偶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关系 是与主的关系 因为将来有一天呢 人间的一切关系都要终止了 因为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与主的关系 依然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 就应该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咯 真正决定今世永恒的关键 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 当我们穿过今世的大门 进入永恒的时候 只有一位会与我们同行的 他就是我们的主 死亡是我们要自己单独走过的 任何挚爱的人都不能陪我们度过的 他们只能陪伴我们到临终的那一刻 但是耶稣却是能够和我们一起进到永恒 因为他是永恒的主啊 罗马书十四章 非常清楚 而且是严重的警告我们不可论断人 这在我们今天来说 也是很需要认识到的 不少的基督徒因为犯了论断人的罪 而引致自己受苦啊 这是我们要避免的 因为唯一能够审判人的 只有神自己 假如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法庭里头去 那里坐满了人 那前面高高在上的 坐的就是法官 那个位置是空的 啊 因为法官还没有进来 我想请问了 你能不能自己走上去 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呢 去当法官呢 当然不行了 恐怕你还没有坐好 就给人拉下来了 而且把他抓起来 因为你已经越了权位了 人间的法庭尚且如此啊 何况是我们夺了神的位置呢 而擅自做了审判官 这是错误的 那是非常严重的罪呀 我们的生活上的某些领域 一定要使用审判权的 做父亲的有时候啊 要求家人进行审判权的 牧师在教会里头啊 有时候要运用这个审判权的 其实啊 我们有责任 那就有审判权了 然而我们如果没有权 就不要去审判 我们对信徒的家庭生活 是没有审判权的 所以也不要去论断他们 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节上半节说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那注意了 这里又提到了同样的两个问题 为什么你守这个律法的 竟然论断那个不守的 而那个自称是得着自由的 又为什么看清了 依然守律法的弟兄呢 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下半节说到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那注意 神的台 就是审判台 将来的审判台是有两个的 一个是白色大宝座 是为了审判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 那是最后的审判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 有一个基督的审判台 是为信徒而设的 这一次的审判呢 并不是决定他们得救或者是食丧 因为全都已经是得救的人了 而这个审判是要在主的面前 让神审查我们一生的事丰 在那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个别的站在基督的面前的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主交账 保罗说啊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完全忙于装备自己 而没有时间去审判别人了 审判别人的人 几乎肯定是没有时间去预备自己面对耶稣的审判的 所以 在自己没有权论断人的时候 不要去论断人 而要审查我们自己 好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主再来 那到那个时候 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主 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 经文说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息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那你看啊 保罗在这个地方引述了以色亚书的四十五章的话 进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那日我们必要在主的面前要跪下来 人人都要从心底里做出交代的 不可以有任何的隐瞒啊 在审判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机密可说的 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有可以掩盖的任何的地方了 所有的真情都在主的面前显露出来 那个时候 神要问我们 你为什么批评那个牧师 你为什么批评那位弟兄那位姊妹呢 你为什么一面跟某人一共同领圣餐 转个身来 在家人面前又去批评他呢 还有一点我们值得想一想的 为什么在有些信徒的家里头 会有不信的子女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 在家里头批评别的信徒 导致孩子们听了以后就会说啊 如果基督徒的作为是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信呢 因此 我在孩子的面前 千万不可批评别的信徒 如果我们想孩子也尊重神和属神的人 我们就要在他面前以身作则 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 十二节总结说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那注意了 将来我们要为谁向主交账呢 我们会为妻子或者丈夫孩子向主交账吗 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要忙于自己向主做交代的 我们只能自己为自己向主做交代 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言语思想负责任了 我们可以参考另外一段类似的经文 那就是格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 那保罗讲了他生活和侍奉的动机 他说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有一个约会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付的 一个人可以生平总是失约 但是这个约呢 我们呢 任何人都不可以不付的 在这个约会当中啊 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要做交代的 而我们一生的行为只能够归于两类 好或者是坏 没有中间的 没有不好不坏的事 任何为了神的荣耀 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而行的事 那都是好的 其余的一切都算为坏 撒旦常常想说服我们 相信有一种是属灵中立的 以前事情呢 虽然不是为神而做的 但也无伤大雅呀 要注意了 这就是一个谎言了 是撒旦的诡计 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 人若不与他相合 就是敌对他的了 那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二十三节 我们的主说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要知道 信徒在世上的生活 行事为人 只有两种啊 一就是收据 那就是积极的行为 另外一种就是分散 是消极的行为 是浪费时间了 那想想我们很多时候 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些 毫无价值的电视节目 而没有拿这个时间呢 去祷告读圣经 造就家人呢 我们怎么样为这些行为 来回答神呢 这不是要定你的罪呀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 呃 悔悟了 寻求饶恕了 我们就不用再为这些事情 做交代了 呃 我们不是说 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坏的 有时候也有很好的电视节目的 但是我们要 花更多的时间 去读经 祷告 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看这些啊 不好的一些节目了 我们要向耶稣做最后的交代的 好了 现在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三节了 这里再一次的出现了 所以这个词 那也是成节上面所讲的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脚跌人之物 论断人的行为 那就如酒精一样的 还有好像烟草 吸毒上瘾那样的 是很难解除的 如果我们想摆脱它 就得依靠神的恩典和大能了 论断是破坏性的行为 因为它不但是摧毁了我们自己 也摧毁别人 它瓦解教会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记住了 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 向主交代自己所说 所做的一切 每一件事 我们当求圣灵向我们指示 哪些是得罪神的事 他一定向我们指示的 也会教导我们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三十一节圣经说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你看呢 神跟我们有机会 用神的话语来衡量 同时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 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错误 悔改 求主宽恕赦免 神就会除去我们的罪 到审判那日 我们就不再为这些事情 做交代了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方法啊 就像洗剧磁带上的声音 或者音乐一样的 也或者从计算机 里头删除了一些文件一样 一旦除去了 就不可能再返回了 那当我们还做罪人 那个时候 第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神就彻底的洗净我们过去 一切所做的错事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做错过一样的 但是我们接着下来 与主同行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想 会做一些错事 如果我们悔改这些事情 向耶稣承认 这些事也会被清除的 所以我们应当不断的将罪 带到神的面前 使他可以赦免我们 把罪从我们生命当中清除掉 那过去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爱是这些章节的主导的原则 保罗一再回到这个话题上 他指出啊 爱能够引导我们做正确的事 罗马书的十四章十四节说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那就注意了啊 保罗首先讲到凡物本身并没有不洁净 食物也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有人想他是不洁净的 被因此吃了下去 那么这将会因为这个想法而不洁了 使他受到污染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呀 是我们要谨记的 新约里头所说的 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 讲到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时候 他说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唯独从里面出来的 乃能污秽人 因此 我们从嘴里吃下去的食物 是不能够污秽我们的 然而从口里说出来的话 却能够污秽我们呢 门徒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们这么就问了 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十七到十九节 经文记载说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 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在茅厕里 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你看啊 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呀 我们必须要明白 从那个时候起 因为耶稣的权柄 就不再有所谓属灵上不洁净的食物了 那然后啊 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保罗讲的一些在教会当中啊 可能有的错误 其中有些是关于婚姻的 有些是关于食物的 我们应该知道其中的真理啊 提摩太前书的四章 四到五节说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泣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食物的时候说啊 没有一样是可泣的 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五节说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你看啊 这里再次指出啊 爱是那中性的原则了 我们之所以不吃什么 不是因为那是尽力 而是因为如果我们在某个场合吃 会令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跌倒的话 所以我们才不吃的 那是这个原因吗 保罗在看人的时候啊 他看所有的人都是耶稣为他们而死的 因此他也在这个基础上去对着他们 同样的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应该像保罗那样的对所有的信徒 我们不要论断人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